为了证明瓶的材质 双方还拿手电筒仔细检查 有民众向媒体投诉 日前认识一位诚信仲介 要帮他卖塔位 牌位 以及四个瓶 双方签订契约 没想到买方认定 瓶的材质不合要求 投诉人当初付的十七万元 保证金统统被没收 瓶现在只好囤积在家里 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么多我都放在家里面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看着桌上的四个骨灰瓶 投诉人拿出当时 他买过我的单据证明就是赤兰金玉 但没想到仲介却拿出买方的鉴定书 上头写的是黑石玉 他们说我的东西不齐全 不是他们要的东西 他们要的是赤兰金玉 我给他们是石玉 不买了 不买了 那我十七万就被他们拿走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诈骗 挖一个坑让我去跳 实际的样品给专家鉴定 证实就是黑石玉 也表示没听过赤兰金玉 这样的材质 不过契约上要求卖方 先付保证金 也有消保官认定并非常理 至截稿前遭投诉的仲介电话 都没有接 实际到他的办公室 也是前门全拉下来 有真正的瑕疵的时候 也不到达说 可以没收定金的程度 瑕疵的时候可以 你可以主张解除契约 仲介找个理由 出卖人的这个定金没收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套路 法律专家解释 东西有问题 只要付瑕疵担保责任 取消交易 就可以拿回保证金 投诉人也已经到警局报案 但这17万到底拿不拿的回来 还要看法官怎么认定 记者综合报导